2005年,2006年开始,每年都是成倍的在增长,翻倍翻倍的在增长。 而且现在好多学生有过去单一的学,比如说几个有名的专业,像服装设计呀,还有像平面设计呀,产品设计这种大专业,现在逐渐的开始转向比较,就是说呢,就是普通人就不太了解的一些专业,像有一些数据艺术,还有一些包括现在像饰品配饰,还有时尚社友。 有些学生在英国成立了自己的品牌,像顾扬,还有王天墨,还有的学生成立了自己的中国史,像孙英杰,还有的人在英国做了技术艺术家。 大部分他们还都希望在英国工作两年有个国,他们觉得国内的平台呀,还有发展范围要更多一些,他们在国内更多的是想继续一些工作经验, 但是我觉得这些学艺术的学生可能最终向来还是希望有自己能够读课的一个平台。 挺大的,像我们办公室,经常有国内的一些院校,还有一些单位打电话找我们叫人。 之前比如说卡帕的一个设计总监就曾经问我说,你有没有学Faction Management的学生可以推荐美国。 他说我这边几个人都行,都帮不上忙,就招备他们吃。 然后像我们有的时候会给他们推荐一些这边的品牌收获去。 准备的学生,他更有自己的一个独立意识,他做事就比较有主见,独立性比较好,而且他跟市场结合的比较好。 他能够发现一些市场的缺口,他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一定要把英语学好,我觉得这个英语是最最主要的。 就即便是你学术基础不太好,但如果你英语特别好的话,到英国这边因为很多观念是新的。 只要你能听得懂,愿意去跟别的语学家交流讨论,你的进步特别大。 如果你英语不好的话,即便在国内,即便是你基础好的话,你到英国以后你没办法跟别人交流。 那等于你学不到什么,你都会有任何进步。 凶